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暗容紀元一端審判 上一集我們參加了一場混戰 認識了新的同伴艾安布魯 然後有找到一些盜賊 最後的時候我們接近了這邊一個洞夫 所以就進來看看 剛剛好像有一隻不是蜘蛛的 然後很小一隻的搭乎 來看一下應該有新的 艾安布魯 M 我親愛的朋友 我完全瞭解你所面對的困難 並知道精神的運送計畫情報的商隊 被裝備完善的盜賊定期襲擊 真的是相當不幸 遇到這種嚴重的狀況 需要家族的護衛 僱用護衛完全不需要感到羞恥喔 關於你的疑問 去年我在處理我的問題時 僱用了布魯的突擊兵 他們的首領 薩艾安布魯 是個長著巨大腳的巨人 庫拉立足的 他雖然外表野蠻 但是說話方式似乎很紳士 不過在戰鬥中就不能太壓抑 比一般的劍士還要容易抓狂 傭兵們雖然費用高 但是他們有可以保護我們家相對的強度 而且還聰明的注意到 盜賊能夠運氣好襲擊我們的理由 從此之後 盜賊引起的問題就都沒了 而且 我們都認識的男爵 知道我們沒有盜賊的煩惱 然後還特別交給我們工作呢 如果想要雇用薩艾安布魯 我會告訴你他的聯絡方式 和他喜歡的酒的清單 交涉的時候你的丈夫會出席嗎 還是說想要在更親密的環境下 和薩艾安布魯認識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下一次丈夫們去打獵的時候 就有必要碰個面 先這樣 逼 從一個貴族夫人的化妝台中的秘密抽屜拿出來 放回去前被小心附寫的信 還有剛剛那隻生物 深坑追蹤者 在地底回廊活蹦亂跳 少數不屬於安逸系的生物 就是深坑追蹤者 是一種住在洞窟下蜥蜴的怪物 有在地底回廊的石走道 挖掘洞穴埋伏獵物 大多是兔豬的習性 群體行動打獵 用排列鋸齒撞牙齒的圓嘴攻擊獵物 或從毒線放出毒椅 對經驗豐富的冒險者來說 一隻深坑追蹤者 算不上是敵人 但如果遭到整群的話 就非常危險 你們兩個這麼快就好上了喔 這麼快是見識的情誼啊 不過那個艾艾木魯他講的沒有錯 有很多女性角色 都很喜歡穿那種 跟著胸部心臟變化的盔甲 那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我之前還有看到一個解說 就是那個凹進去的部分 他會剛好把劍導引向那邊 更容易被貫穿 要穿盔甲還是要學學卡山德啦 我真的覺得他長得有點像那個 小小的是猛龍欸 那樣是太陽還是什麼樣子 感覺沒有很像 那樣子 那樣子 我覺得我到了一個蠻偏僻的山上 那樣子 這裡好像還有一些崩塌的石頭 遺跡之類的掉下來 附近都沒有什麼寶物欸 欸 木頭的城牆 Pick 叫隻聲 XD 我們好像到了那個盜賊的 的據點了 好 我們好像到了那個盜賊的 以前玩世紀帝國都要蓋一些這種城牆 原來我在打我的隊友 沒踢館囉 欸國隊友們欸 不要想啦 戰拳 不管誰 你們也把敵人擋好 全部都追著我 是怎樣 等他拉住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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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除了我稍微... 遭到一點危險之外 他滿不算太強 先擋了 就這樣倒才心跳了 沒有後續 想偷偷再看一遍的話 第一章在31集 法官丹沃爾德的管家 是個有生以來 絕對不會在夜明前起床的男人 他穿著睡袍站在接待處 像是在高陽台眺望的樣子 鄙視了前面的唐納布倫南克維克 和他的搭檔傑弗蘭 法官休息了 請在城市內的時間 再一次來訪 他用身體語言指示外兵出去 法官死了 唐納更正 去叫醒家裡的人 只是一離開現場 全身被全心鎧甲包圍的捷佛蘭開口 對場不在這...好嗎? 唐納一邊看著房間內 北方的收藏品 心不在焉的聽著 你想回去兵營的話 就走吧 他聳聳肩 雞巴虎劍被放入展示盒中 避免沾上塵埃或人的指紋 唐納試著打開離他最近的一個盒子 傑弗蘭正想要阻止他的時候 門被打開了 他的眼睛是黃綠色的 揉在額頭上的深色頭髮 像劍畫過一般平直 為房間帶來了高貴華麗的感覺 過分的優雅讓唐納幾分鐘內都沒有注意到 他身上穿的不是晚禮服 只是一般的居家服 有什麼丈夫的消息嗎? 喜馬斯真是的 這次不知道又做了什麼 忘記付錢給薔薇之館嗎? 他坐下並適應眼前的外賓們也坐下 唐納點頭表示要新兵來講 傑弗蘭開始說 不是的 但沃爾的夫人 其實... 他舉起手阻止傑弗蘭 請教我瑪麗兒 瑪麗兒女士 你的丈夫被殺掉了 唐納接著狼狈新兵的話 繼續說 最後是誰見到你丈夫的 瑪麗兒盯著唐納珍大寶石色的眼睛 擠出一點聲音 被...殺了? 真的嗎? 然而心跳一下或兩下後 他再次回覆高貴優雅的完美狀態 我晚餐的時候有見到他 他回答 簡直就像評論今天的天氣一樣的聲音 日落前他離開家 說要和迪法弗伯爵去玩邪惡的美德 小二的美德是暗龍紀元裡面一種卡牌遊戲 地位應該是類似巫師中的昆特牌 我還沒有玩到這個所以不知道實際上 怎麼樣去玩 不過之後應該有機會會遇到 請問您知道有誰希望他死嗎? 潔布蘭溫柔的問 大家基本上都是希望法官死的 他的臉扭曲的笑了 但聲音中的痛苦增加了 犯罪者或正式上的對手 甚至他的地區的人都跟他對立 好慘喔 被排擠 被排擠感覺就會讓我想到 最近地平線期待黎明的亞洛伊 正覺得他一邊這樣說一邊陷入沉濕 他眼中突然充滿怒火 像唐納說 一周前有一封信寄來 是一封有點含糊的威脅信 我覺得沒什麼 但喜馬斯非常動搖 知道是誰寄出那封信的嗎? 唐納問 沒有署名 但印章是六把交叉的劍 就停在這也太討厭了吧 後續呢後續呢 我要後續啦 瓦里克的小說感覺還不錯 有趣欸 看來這個盜賊真的沒有留下什麼線索 而且他們是瓦里克的粉絲 沒有門的籠子 我覺得沒有什麼東西了 就這樣 也沒有留下馬之類的 那 我們就直接往左走去解決這個裂口好了 什麼聲音 欸 那邊 那是 龍嗎 欸龍欸 哇賽 龍欸 還有一個人在跟他打 不是拋太近啊 我應該打不贏他們 走啦 巨人 所以我要打巨人 大家上啊 哇 撕翻石頭 誰也過來了 還好他沒有丟成 連我那個大大的火焰魔盤 看起來都變好巧 喔 來了來了 他好像被擊倒了 是現在 是現在 好抓緊 不關 不到兩隻腳 收到兩隻腳 身處啦 得可抜 啊 算了 阿 快點啊 快打 他快打了 真的好大一隻喔 我們大概只有他的 連小腿都不知道 我們大概比他的腳掌再高一點而已 還沒有欸 差不多高而已喔 還好我們團隊還蠻強的 不曉得如果要找到比較深的海裡會怎麼樣 就這樣被傳回來 我看到裂口了 他就在前面一點點而已 這次是 擋 擋過了 你沒有過來偷偷拆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唉唷 糟糕 來不及喝水 小艾斯快復活我 小艾斯快復活我了 你買罐水吧 我要散後水了 小艾斯快 我們要回營地休息一下 我在想我們的水應該是用完了 所以 差不多可能要回營地休息一下 好,我覺得這前面應該沒有路了 我們走吧 回營地一趟 然後 沿岸的部分我們還沒有去探索 上一次我們走山路 再一次走沿海這一邊 欸,怎麼還有盜賊 我覺得我真的很喜歡這邊的海景 很浪漫 看了就有一種舒服感 明州應該是很危險的地方 有一次我們上次看到那個盜賊的波馬 然後 對 前面要往前走 其實還沒有去過的地方 喔,這個海浪 其實這樣應該是還蠻危險的 因為我站在這個位置 要不小心可能就被捲走了 雲山洞 有點驚託 這裡還沒有 這裡還有一個山頭 那裡還有一個山頭 技巧 我先進山洞看看 然後再往那邊 那個上面應該還有個裂口 感覺像是突出去了半島 有沒有地方 我先進來馬上去看 終於看到另外一邊的出口了 又回到海邊 我看起來是來到另外一側 我剛剛還有一條岔路是比較小條的 那應該才是真正洞穴裡面 最後一隻嗎 還有一隻嗎 還有一隻 直接 好黑喔 都沒有地方可以點個火之類的嗎 好 還有一隻蜘蛛吧 好 我打片了 喔 有火把 欸 這邊有寶箱欸 棒的隊友在那邊打 現在被自己在減寶 這種隊長好像還蠻糟糕的 好 走 好 走 還蠻糟糕 好 走 好 走 製造地圖 哇 那邊還有一個火把 還有一個寶箱 為什麼我在地圖上看到那個... 星星符號 可是我在這邊什麼都沒有啊 這邊已經到底了吧 對阿 到底了 沒有路可以再過去了 阿 它天文圖啦 天文圖的話就合理 天文圖應該會在... 應該會在上面 因為它要指示出... 那個... 寶藏的位置 我剛剛不是打完的怪喔 它就散出來了 現在很多 很多啊 門口 我們這五群體傷害應該算是蠻高的 我們用三隻都是群體傷害型 我們這集的時間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喜歡的話可以幫幫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千兩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不是提供社交給前康